大齋期四十天 詩篇零修 主題二 感恩與讚美 第十三天 活在讚美中 詩篇一百零六篇十二節這樣說 那時他們才信了他的話 歌唱讚美他 盧逆詩曾經說過 天堂或地獄不是生命彼岸的去處 而是當下生活的延續 對於墮落地獄的人來說 幽冥城不單是充滿幽暗 就連他們在世上的生活也是地獄 相反對於在天堂的人來說 他們向來都是天堂 此時此刻的我現在在哪裡呢 是在苦毒埋怨 還是在感恩讚美裏 不知道每一天 你有沒有感恩讚美的操練呢 詩篇一百零六篇 就含有豐富的感恩和讚美的元素 彰顯上帝對他指紋的憐憫和恩典 愛和信殺 這個時候先聽聽 詩篇一百零六篇一至十二節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誰能傳說耶和華的大能 誰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義的 這人變為有福 耶和華 你用恩惠代你的百姓 求你也用者恩惠紀念我 開你的救恩眷顧我 使我見你選民的福 樂你國民的樂 與你的產業一同跨搖 我們與我們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們作了業行了惡 我們的祖宗在埃及 不明白你的歧視 不紀念你奉誠的慈愛 反倒在紅海行了叛逆 然而他因自己的命 拯救他們 唯要彰顯他的大能 並且斥責紅海海便乾了 他帶領他們 經過深處如同經過曠野 他拯救他們脫離 恨他們人的手 從受敵中救贖他們 水淹沒他們的敵人 沒有一個泉流 那時他們才信了他的話 歌唱讚美他 在第一節 詩人一開始就呼籲百姓 要讚美耶和話 因他本為善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讓我們深信的真理就是 上帝的慈愛不會因為我們的行為而改變 經文提醒我們 無論我們是多麼失信 他卻是可信 可依靠是值得我們永遠讚美的上帝 詩人回顧以色列文的歷史 他們屢次忘記上帝封城的慈愛 當他們看到埃及的軍隊追上來的時候 他們就抱怨 魔勢為何要帶領他們出埃及 對上帝顯出不信和懷疑 而去到紅海便行上叛逆 但是上帝卻在紅海便行上神跡 上帝因為自己的名字 便搭救了叛逆的百姓 讓他們經過深海度過危險 並且掩沒了他們的仇敵 看到耶和華大能的拯救 百姓終於發出讚美的聲音 當我們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 我們可以發現 上帝在我們的生命中 行了很多奇妙的作為 這些都是他對我們愛的體現 在我們還軟弱犯罪的時候 上帝沒有離棄我們 所以我們要時刻紀念上帝的作為 感謝祂的慈愛和恩典 各位朋友 讓我們這段時間一起去反思 當你回顧自己生命歷程的時候 你要怎樣紀念上帝的作為 你又會怎樣培養時時刻刻 我想到自己軟弱和失敗 但是你搖恕我 並且似我新的開始 求你幫助我時刻紀念你的作為 並且時刻讚美你 佛祝明ani 阿雲